早两个星期跟大家讲过,说虽然都是有新型冠状病毒,不过今次武汉肺炎对楼价影响,并无当年沙士般严重,虽然这段期间都见到有部分业主愿意食药出货。 知不过,当你去看楼时就会发觉,根本有大把客准备入市,只要平一点点,已有一班买家抢着要买。试问了这情况之下,楼价又怎会大跌呢?其实不者身边不时都有朋友想买楼,近期就有位朋友,希望趁楼价回落入市。 既然是想趁价前平财入市,当然是寻找一些开价略低,再还价,希望可以收到损货,不过,这位朋友看了几个单位,还了几次价后,开始发现,事情并不如他所想。 据这位朋友说,这几次过程中,一是业主企硬不减,或者减完还是未跌前的市价,要不然就是考虑一个下午以被其他人接触先得。 不者就跟他说,当你认为楼价会跌,所以去看楼并计划入市,其实,全香港有大量跟你有同一想法的人。 就好像上个星期六日,做二手的代理忙都不得了,由早到晚都要外出看楼,有看布都会见到,有个别笋盘更有大批买家戴着口罩在走廊牌队等看楼,就知香港人怕买不到楼多过怕病怕死。 这种情况跟沙士完全不同。想楼价暴跌,似乎不太可能。其实这种情况,又何止发生在二手楼? 好像去年六月首推的一个元朗楼盘。自从六月推售首日卖出110多火后,销售进度一直未有太大突破。 不过,在全市场几乎所有新盘都拖慢卖楼之制。这个首批定价比同区二手楼贵两三成的楼盘。 忽然行高佣策略。基本佣金调高至6%。另有22-29万元奖金。美其明示鼓励代理更努力推销楼盘。 说到底又是靠回佣变商减价益买家。虽然只有几个巴仙。 不过以足以令楼价在疫情之下,短短四日已售出48个单位。就算是平日一样卖出近20间。证明只要便宜一点点,只需要一点点,已有大群人冲出来买。 如果你是业主或者发展商,见到这个场面,还愿意大劈家妈,除非是疫情直接影响到你失业令你无钱供楼。 否则,长渣还须怕价钱会大塌。 好